嗨,大家好 我们来接着看上一盘还没有完成的内容 这盘棋是天元赛 我值黑对白棋李汉林的对局 我们上一部影片看到这里的时候 正是双方势均力敌 由于白棋二路版年有点太早了 黑的就把握机会 先手把白棋封在里面 这个时候变成黑棋比较有希望的局面 这个时候白棋的这部尖有点问题 应该要改成这样子跳 那么白棋这部尖没有连好 黑棋就把握机会 想要切,那怎么切比较好呢 最后还是选择了先冲 冲完之后再点 然后白棋确实是没有连好 接下去的战斗 黑棋就真的站在比较主动的位置 然后我们看到白棋这个打 这个时候黑的要小心 如果黏住的话 被白的叫吃这一步 形状就真的太糟了 所以黑的这个时候 往这边尝出是正确的 紧接着 双方就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打劫战斗 这块棋呢 因为关系到白棋中央的生死 所以非常的重要 这个时候白棋要小心 绝对不能粘 被黑的一挡 封住的话白的要输 所以白棋打这个也是最强的抵抗 轮到黑棋找结的时候 这个时候黑棋顶这一步棋呢 太损了 应该要改成呢 在旁边碰在那里 白的如果提三子的话 黑棋冲下去 这个棋是黑棋比较好 但是当时呢 没办法判断清楚 结果找完这个笋结以后呢 将来白棋又生出了这个断 让黑的呢 很难受 现在白棋找结 找长的这一步结才非常厉害 黑棋黏呢 很有问题 被白棋再长出来 这个时候黑的已经快要输了 这个时候白棋其实可以粘起来 黑的想抓它的时候呢 白的可以轻松地飞出去 但是因为之后的这个死活问题 好像有点太复杂 所以呢 汉林他比较没有把握 他就改成呢 虎出来跟黑的打结 现在黑棋尖的这一步结才呢 很舒服 白棋夹的这个结才 引诱黑棋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黑的应该单体 这个时候黑的很不错 结果跑去冲这一步自动景气 这下黑的真的要糟糕了 下一手找结才的时候 白棋呢 在一路倒虎 这一步棋太漂亮了 让我对汉林的实力呢 刮目相看 接下来白棋冷静地糊 让黑的去做两眼 然后白棋呢 就把黑棋中央全部杀光 这真的太大了 黑棋也杀到白棋脚伤的时候呢 有留下一个打结 不过这个结白的不能随便地扑进去 不然被提通白棋就没办法接受 那这个时候呢 汉林他很冷静地呢 就加强中央 这个时候是白棋必胜的局面 黑的这一块真的死太大了 已经占据优势的白棋 这个时候应该趁胜追击 开始欺负黑棋上面的地 等黑的补的时候呢 白棋在黑棋的棘索上面 再加一击 这样子白棋是必胜的 但是感觉到自己已经优势的白棋呢 在独秒的压力下 可惜多补了这一手 给了黑棋逆转的机会 黑的虎到这一手之后 居然呢 变成黑棋小胜的局面 一手棋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汉林虽然这一盘棋很可惜地输掉了 但是呢 让我看到他很强大的力量 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变成 很厉害的职业棋手 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 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